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卢文波 今天给大家讲解 分类分级地道词汇 因颜色专题 那么关于颜色的 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白 白有很多这样的地道词汇 比如说white coffee 就是白的加奶的这种咖啡 那对应的当然是black coffee 就是espresso 那种非常非常黑苦的咖啡 white lie 白色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 比如说挨着晚期不想让人知道 tell a white lie white elephant 大白象 大而无用 你说特别大 然后还花钱每天喂它 那么所以这种没有用的 大而无用的东西 white elephant white goods 如果你在澳洲经常去超市里面买这种东西 或者说大的那种 这种家电的这种卖场 white goods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大家电 比如说空调啊 冰箱啊 这些都是白色的 叫white goods 大家电 那像对应的我们叫做brown goods brown是棕色的小家电 brown goods 那么white meat是白肉 也就是说由蛋 有那种蛋里敷出来的这种 比如说琴啊 这个叫做鸡啊 叫做white meat 红肉呢 就是那种哺乳类伸下来的 red meat 红肉 带血的 好这是我们讲白 那么相应来说红呢也是比较常见的 跟红相关的有很多 red呢 red light 这个红灯 国外的一些地区 苍几合法化 红灯区 叫red light district 红地毯式的欢迎 red carpet red carpet welcome 国家领导人出访 人家接待的时候 全铺 红地毯 red carpet welcome red brick红栓 是指近年刚建的这些新兴的教育机构 比如说大学 不像人家长春屯 都绿的 ivory lake 在这里red brick 就是红栓 有的时候是贬低 说你这个是新建的学校 pink呢 粉红 pink lady 粉红女郎 不是人 在这里是澳洲粉红的苹果 就是那种 不是红服饰 没有那么红的 然后叫pink lady 那么红眼病呢 叫pink eye inner pink 是指人特别的健康 你的小宝宝 小脸 粉嫩粉嫩的 very healthy the children looked all in the pink after the holiday 假期之后 小脸红扑扑的 是吧 scalette 只要是指鲜红 或者心红 叫scalette 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个叫做 wholesome的人 写过一个小说 叫做 scalette 所以 scalette 那个里面那个女性 好像这个道德有问题 是妓女 叫scalette woman 然后scalette fever 叫做心红热 这是一种发烧 scalette fever 每次想到scalette fever 心红热 我想到黄热病 叫做yellow fever 那就脸泛黄 叫yellow fever 或者一种 fever 一种发烧 黑 fever 我们说是花粉症 yellow相关的 yellow card 中学当中的黄牌 yellow page 黄叶 orange就没什么好说 但是orange呢 我就想在澳洲我们这边生活 有一种叫做citrus citrus是柑橘类的水果 它呢不单纯是orange 它有四种 lemon 柠檬 酸萌 lime 还有呢我们叫做柚子 叫grey fruit 葡萄果 再叫orange 统称citrus 好 那么这是红 还有一些其他杂七麻疤的颜色 我们放到一起 green 我这个眼睛泛绿光 叫妒忌 green eyed 形容词妒忌的 green hand 新手 green back 我们知道美元是绿色的 叫做green back blue呢 blue blood 这个高贵的血统 是吧 blue movie 那有的时候是色情电影 那么out of the blue 晴天霹雳 忽然 叫做out of the blue indigo 在这里是电青 我们叫次称黄绿 青蓝子 这个青 indigo 或者蓝电子 电蓝 叫indigo brown 是棕色的 但是我们说brown bread 有的时候翻成黑面包 brown sugar 我们翻成红糖 是吧 包括那个brown rice 翻成糙米 就是棕色的米 brown rice 还有就是有的那个眼镜的那个 就是上面颜色像乌龟壳一样的 那个叫turtle shell 乌龟是turtle shell 是它的壳那种颜色 就是青中泛绿 绿中泛灰 那种叫turtle shell gray是灰 也是灰白 那么我们喜欢人头发白发 叫gray hair 当然了 斑白我们叫做peppan salt 胡椒加白 peppan salt 这个我没有写啊 silver是银色 就是介于白和灰之间 silver lining 我们说是银色的边 大家想一想 太阳是金黄的 然后乌云是黑的 太阳照到那个乌云上会有个金边 我们称之为silver lining 英语当中有个细语说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任何一道乌云都有一个金边 也就是说 任何坏的事情都有好的一面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说一个人啊 银舌头的silvertound 是指熊变的 我们知道中文有一句话叫沉默是金 熊变是银 所以银舌头叫silvertound 就是熊变的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颜色专题 我们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请关注文波.tv 我们的网站 大家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 有什么问题 我们自无不言 年无不尽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